就问说 那我们经过萃取的那个黄豆渣 因为我们用到郭师姐的黄豆渣嘛 还有什么其他的 黄带珠那边也有拿黄豆渣嘛 对不对 那个是我用以我们的造化的对比 那个黄豆渣它还有淡的沉温蛮高的 你在怎么样把它萃取的时候呢 尤其是用我们土法炼钢萃取的时候呢 你能够把它榨干吗 大概很难 粗会把它烧掉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这个黄豆渣我们把它用到堆尾里面 一样它有含很高的蛋啊 蛋的时候就是维生物的营养 你看这个维生物我们都看不见的时候 它五个percent 它就可以营养那么深远的时候 它只要很少的一个蛋 这个黄豆渣它应该可以帮助我们的堆尾 帮助我们的这个公护尾 有一个发生很好的这个效果的一个元素嘛 所以说我在想说 事实上造化堆尾这个公护尾它的本质呢 最主要是符合这个天地大自然这个循环的一个利用 这个就回归刚刚讲的土壤的功能在哪里 其中的一项功能 它就是要把这个大自然的这些生物体 或是动物体植物动物的这些产体呢 去把它做一个分化的时候呢 它能够去达到的一个维护环境影响的一个很重大的因素 一个作用 那再来就是群绪混啊 鱼混啊 骨混啊 海藻啊 作为这个堆尾的支材的时候呢 它熟化以后有什么不同 它有而不同还是一样回到那个生化的反应啊 会分解回原来所含有的组成元素啊 所以你组成的元素 什么比较多 什么比较少 什么东西 像我们那个微量元素也有锡嘛 也有怎么样 我记得好像锡是头脑会很好 会很聪明嘛 如果说你有那个东西 那又回到土壤 你拣起来的东西有植物有锡 我们又把它吸收进来 所以我们就也很聪明嘛 他说聪明有时候是循环的 再来人生也是一样 人生造干的它那个元素 它那个地区种它人生造干 因为那个比较多 所以种出来的这个人生的效果比较好 那如果说我们有那些东西 它的植物体残渣怎么样 我们把它弄到堆里面搞不好 我们来种人生 不必跑到东北去种 我们种的那个东西可能也OK 只要是找那个这个环境 环境符合的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那这个回到他是原来的元素 但是我要跟各位介绍就是 我们国家的这个有极脂肥料的种类 它的规格有分成群绪分堆毁 就是它全部鸡分 猪分 什么分去堆毁 群绪分堆毁的 杂相堆毁 杂相堆毁就是厨余的堆毁 垃圾堆毁混合有极脂堆毁 杂相有极脂堆毁 杂相有极脂堆毁 它一般来讲弹数都会比较高 因为它什么 它容许混合化学毁量 所以说杂相有极脂堆毁 那为什么会把它 它有混合这个化学毁量 为什么又把它列到有极脂毁量 因为它的 它是利用它的有极脂的底 沾了边 兔子跟着月亮走 沾光 所以说它在这里面有这样子 好 再来 那再来的 猪混除鱼还是道格混堆 因为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的 猪混就是群绪混堆毁 那除鱼就是杂相堆毁 这个道格就是我们基本上使用的负资材 所以这三样混合起来当然也可以 要归类到哪里 你以后做出来的 可能是有厨余的这个原素 燃养元素会比较均匀 所以可能你就去申请这个杂相堆毁 那这样堆出来 这个会不会有不好的细菌 我就讲了 要经过定期判堆 定期判堆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氧 供应它空气氧 让它能够充分的这个微生物 发生它的最大的作用 然后完成造化的循环 它造化循环 我们不要硬堆在那里 硬堆在那里 你久了又有怨痒发酵 怨痒发酵臭臭的时候 你就不敢去摸 就不敢去动 再下一个 我就介绍 我们当初做的时候生厨与堆毁 你看它从这个升温端很快上去 它就在高温 高温的时候它会降下来 再上去的时候到进尸端 所以基本上它的一个标准曲线 你也可以再放下一张 那个是中药杀的 你看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一个基本的标准曲线 它就温度比较快上去 然后就是在高温 在高温 高温会下来 会下来会有再上去 基本上它的标准曲线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 事实上我们做出来 我们去测 测每半天 或是每四个小时测一次 我们弄出来的东西 你看 没有作假 这个很符合这样 所以别人他当初会有一个标准 这个我们叫做发酵 发酵堆毁的一个标准曲线出来 大概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做这样子 而且是长起做 这个是162天 这个这样子 那个是中药杂 这个上面是应该比还久一点吧 像前面那一张 中药杂这个厨宇那一张 182天 所以你看做出来大概都是这样子 你升温 升温这个高温 高温了以后降温 降温再来静置 大概就是完成 那这个就是 中间又有很多的EC值 PA基值 这个各种的东西去检测 并不是只有温度这样 温度是温度它的曲线的一个追踪 我们可以探阶 这个滚肉就是在入氢料 还是说它是原来的料一直搬对 原来的料我们会再加少不温 少不温 它才能够继续动 那个温度的量测点 因为它十四天 二十八四十二五十六嘛 七十嘛 那时间就越来越长 那你加了料 它不是会在温度升到 我说测量的那一个温度的时间点 是在什么时候 好 那这个就和 对 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大的 大的 那如果说我们在加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现在做的 做一做就加一点 事实上它这个有上去的时候 它会下来 然后马上又上去了 这个几乎看不到 这个几乎看不到 所以这个在操作的时候 这个数量你要去控制比例 这个比例的一个重 所以它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下来很快 但是因为它已经在发酵了 它发酵的时候 它马上又会上去 就是大概隔天 不可能隔到两天 最多如果说你料加多一点 就是一天半应该都上去 但是一般都是在一天以内就上去了 所以几乎这个看不到 如果你在我们那个数据都有 但是你在把它弄这个 这个也看不到 你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也看不到 所以说它这个曲线就是这样子 很标准 那刚刚要讲的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事实上我们有分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有分这个长温 然后中温跟高温 这三个菌我们下去分析 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应该是长温它升到中温 中温有中温菌 因为菌种都不一样 中温升到高温有高温菌 因为菌种功能都不一样 所以说它在这个每个跳级的当中 这个我们在想 应该是这个菌相在变化 因为菌也不一样 菌相变化 但是这个菌又跳到这个菌 是不是它的这个代谢物 让它这个中间过成的菌 让它跳过去 还是说我们这个东西 直接一直分解分解 这个中间就出来 但是应该是这个菌相的变化 比较有可能 因为我们就从高温又回来的时候 一样高温中温低温 我们去检测 大概中温的菌产生的会类似 这个高温当然有中温菌在 因为我们抓的40度 不可能40度嘛 最后我们就还有抓一个中间的50度 50度 但是它有些菌 它就可以夸这两个 展现出来夸两个它的作用 一样是中温可以作用 高温它有作用 那到最后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在过程一样是 我们不知道的 那种抓不出来 只可以去判定 所以我们里面的实验就是说 我用活菌的跟活菌的代谢物的来做 代谢物的效果很好 上一次我有提 这个代谢物的效果相当好 所以说才会我们这样子做 待会要做的东西就是 要让它的代谢物产生作用 好